大家好,今天這是時令湯水 夏天蔬菜瓜果特別多 又便宜又靚和,正所謂不時不食 這次用粟米、雪耳、紅蘿蔔煲這個湯 三種都有滋潤護膚的功效 還有很多好處都說不完 是一家大小都適合喝的湯水 這裡有一些雪耳,用水浸開 然後剪掉底部硬的部分 硬的就剪掉 再剩下,有黃色不是硬的部分便可以留 浸開才熱洗,現在還要沖洗一下 這裡有一些豬扒頭,兩磅 煮一些水,要飛一飛水 這裡的觀眾很多時都會買豬扒頭鋪湯 買的時候叫師傅解一串厚,一片片 不要剪一塊塊 煮的時候容易出味 這麼薄,飛水五分鐘便可以 不用滾起,它沒什麼骨 也不髒 飛水之後也不需要沖凍水 如果你是用其他骨的,就用自己的方法處理一下 有兩條新鮮粟米,告訴你多新鮮多美 還有兩條紅蘿蔔,你喜歡怎樣切就怎樣切 這裏有果皮涼反,浸軟去浪 這裏有些藍痕,有些不痕 不痕的份量不要給那麼多,去含毒性 還有兩顆蜜棗和一些薑片 煮適量的水,把所有食材放入鍋裡 攪拌一下它之後,就可以蓋蓋大火煮起 煮起之後,轉中火煮20分鐘,讓它出味 煮了20分鐘之後,然後轉中小火煮多一個小時 很快就煮好了 這個也算是便宜的湯水 粟米兩個半就有十條了 紅蘿蔔又是很便宜,雪耳幾元一大包 記得下鹽,又便宜,又好喝,又有益 真的不煲就走煲了 但是要補充一句,我用這塊陳皮 是30年的陳皮,是我的家裝 煮湯真的沒有難度,不懂得煮菜的 也懂得煮湯 這個湯最多我都是煮一個半小時 上兩代的母親,煮的湯都說兩三小時 才說夠火厚 瓜菜類的湯我就不喜歡煮那麼久 都是那句,你想煮久一點也可以 煮久一點就要加多一點水 這個湯水,紅蘿蔔,明目清熱解毒 雪耳潤喉潤肺 粟米纖維高,增進腸魚動,延緩衰路 我也是在網上搜尋,然後來讀 說很多好處,讀都讀不完 就是這樣,自己看,多謝收看 喔